鱼香肉丝怎么做出饭店的味道呢? 看完这个视频,保证让你学会 加个关注点过红心,不然找不到我了 切好的肉丝用水多头几遍 拎干水分,备用 放入一点盐,料酒 顺着一个方向搅动到粘稠 打入一个鸡蛋放入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每根肉丝均匀包裹淀粉 用食用油封浆 葱白,泡椒切成段 油热再放入一勺油 这就是热锅凉油 放入肉丝,用筷子打散 肉丝变色捞出备用 豆瓣辣酱,泡椒各15克 煸炒出红油 蒜末姜末料酒各5克 醋20克,白糖25克 一定严格按照比例 料汁炒至粘稠 倒入肉丝,葱段 翻炒几下,葱段断生 淋入湿淀粉 翻炒几下 每一根肉丝都包裹着浓浓的鱼香汁 吃上一口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